让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 大家好 师父来看你们了 师父能想念你们了 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能够洒向人间佛光普照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思维众生而降下的殊胜法门 不需要花费分门即可超度亡灵 解决家庭事业心感上的问题 无数的大病绝症以及精神病患者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念诵小皇子而奇迹痊愈 全球一千万人都受益了 您也可以帮您自己化解灾结 清明法门是帮助您消败改命的法宝 相传唐朝年间 皇帝梦到一只凤凰叼走到他的皇冠 他从梦中惊醒 来人 快请国师 林依照国师讨论不愤其凶 皇上梦中之鸟乃是南方白国的神鸟 他叼走万岁的皇冠 象征着白国百姓想要造反 那有何解法 捕获凤凰 保全大唐江山万代兴旺 皇帝听后立即下仗 传臣旨意 命白国抓捕凤凰神鸟进贡朝廷 此例一出即遭到白国上下的坚决抵制 大唐皇帝如此荤庸 是啊 荤君一个 真是荒唐 皇帝见白国不肯抓捕 派出十万大军攻向白国 白国百姓信奉观音菩萨 开战前 村民们来菩萨向前三寇求拜 祈求保佑凤凰神鸟和国土安宁 军情紧急 白国军民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 保卫国土和凤凰神鸟 不料唐军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唐军士兵们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 举着一块俊如小山的石头 脸带微笑 不得矫健地向山下走来 唐军们十分震惊 怎么可能 一个老婆子怎么举得起这么重的石头 是啊 看上去毫不吃力 走 上去看看再说 喂 老婆子 你举这么大的石头干嘛呀 挡挡山外的恶气呀 你一个老婆子怎么能把这么大的石头举起来的 这里就要打仗了 你赶紧离开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比起我们山里的年轻人差多了 听说有恶人要来抓捕凤凰神鸟 我就先来看看这伙恶人到底有多大本领 能不能打得过我们山里的年轻人 啊 你们山里的年轻人有多大本事 他们呀 这块巨石 我们的年轻人一手就能举起来 丢到百步之外 士兵们议论纷纷 如果他们真有如此神力 我们必败无疑呀 是啊 这还了得 原来北国人力气这么大 这一仗不能打呀 将军 敌军勇猛 不可贸然进军 请撤军吧 我们必败无疑呀 大唐军队已是乱的阵脚 士兵蠢蠢欲动 引起一阵骚乱 别听那老婆子胡说八道 去 把他抓起来 士兵们正准备上前捉拿妇人 老妇人挥手一弹 士兵的兵器已经锻炼 啊 怎么会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而党速速退去吧 老妇人大吼一声 如同惊天炸雷 震耳欲拢 唐军下的落荒而逃 愧不成君 老妇人说着腾空而起 巨石变成了一朵莲花 老妇人坐在莲花之上 显出了观音菩萨真身 唐军见观音菩萨显灵 纷纷跪地参拜 而等当放下狐刀 以心向善 行善积德 方能国运昌盛 百姓安乐 切莫再造沙业 敢不认识祖子 此辈子归之隐 此事传到大唐皇宫中 从此皇帝不敢再提 抓捕凤凰神鸟一事 两国战事就此终结 生活在白国的人们 为了感念观世音菩萨 在美丽的苍山脚下 建起一座观音庙 庙中供奉着一座观音座像 观音庙香火绵绵不绝 从此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故事 在唐朝世代流传 信佛之人达到鼎盛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阿摩提观音 在1809年 Charles Pearson出生在英国伦敦 在七岁那年 他因为父亲和农场主的争斗 遭到了农场主的报复 把他告到了法庭 但是他们家里很贫穷 他们请不去律师 父亲就只能一个人承担伤害 从那个时候开始 皮尔逊就发誓 我将来一定要学习做律师 成为一位为穷人捍卫尊严的律师 这一年他大学毕业了 真的成为了一名律师 有一天 皮尔逊早早的出门 他今天要为一个穷苦的农民 夺回属于他的房子 可是糟糕的是 他的马车被堵在伦敦的街上 眼看的就要开庭了 他只好跳下马车 向法院狂奔 案子胜诉了 可是皮尔逊在回来的路上 陷入了无尽的城市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跑着赶往法院 望眼望去 细细囊囊的伦敦街头 好像车辆的海洋 皮尔逊预计 随着伦敦的发展 车辆肯定会越来越多 那时候肯定会出现 更加严重的交通问题 如果突然有病人急诊堵在路上 有马上要急救的病人 他们可能会死在路上 学生的上课了 工人的上班了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有一天皮尔逊又在思考这个问题 突然他突发奇想 他想如果能够将火车开进城市 不就可以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了吗 火车速度快 载的人多 可火车那么庞大 城市的马路都会被他占取 那不更拥挤了吗 1847年 皮尔逊干脆辞掉了律师的职务 独自在家 潜心的研究这项伟大的计划 这时他已经是伦敦知名的律师 但是他不去执着那些很高的收入 他辞掉工作去研究火车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为此朋友说他疯了 家人骂他傻子 妻子也因为他不务正业和他离婚 但是他没有改变 几年过去 皮尔逊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 他成为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有一次他半夜起床上卫生间 他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 而且一直通到墙外 有一只老鼠正在洞里跑进跑出 皮尔逊自言自语的说 老鼠真是厉害啊 不但能在地上活动 还能在地下活动 刹那间一束智慧的火花 在他脑海里一闪 如果能让火车跑在城市的地下 节省地上的空间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850年 皮尔逊的设计方案终于出炉了 但他交给了伦敦的市政厅 方案没有被采纳 直到十年之后 伦敦的城市的交通拥挤到 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 他的设计的城市地铁系统 方案才被重新提起 获得通过 1862年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 在伦敦诞生了 第一天的乘客 就达到了四万人次 整个伦敦的交通 突然间畅通了 死后不久 世界各国拉开了 新建地铁的序幕 地铁也成为 当时世界上 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卢台长师傅你好 我的业症 其实被不要太长辈 我是1980年 收红的 因为有忧郁症 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什么 忧郁症 忧郁症 谁有忧郁症啊 我有 你呀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1980年数好的 请你救救我 卢台长 很容易救你的 我已经在救了 谢谢卢台长 我在帮你抓根的 看看到底毛病在哪里 小丫头 你很麻烦啊 你惹了好多鬼啊 你跟你妈妈 便算是你妈妈吗 你跟你妈妈上坟啊 经常去上坟啊 就是到人家扫墓啊 就是到这种墓地去啊 惹了好多鬼啊 太小的孩子 不要带到墓地去啊 不能去的 你妈妈经常 带你小时候去扫墓啊 或者接触这些东西啊 不可以的 而且我还看到 你们家过去 请了一个通灵人 就是他的毛病啊 发出来之后 请了个通灵人 给他画过符 通灵人知道吗 巫婆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鼓掌 听得懂了吗 他跟你家里 也惹来了很多麻烦 听得懂吗 你们现在要台上救你 开始念经 吃全素 放生 许愿 天天想着观世音菩萨 谁都不要想 放生多少鱼呢 八千条 哇 八千条啊 晓得吗 小房子呢 小房子七百张 那么家里佛台 家里佛台蛮好的 好 谢谢 等等等等 家里佛台不好 看了又不好 你家里佛台 现在为什么有个猴子 经常在啊 猴子啊 猴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 图像是猴啊 不知道 挂笠上面有没有猴啊 挂笠啊 挂笠 挂笠有啊 甘笠啊 今年都好 猴子是不是啦 是不是很大一个猴啊 家里哪里了 你家里这个猴已经有灵性 跑到佛台上去了 赶快把那个挂笠拿下来 好吗 你记住啊 你这个女儿 我看看她什么时候能够好啊 你如果这些讲房子全念掉 好好念经许愿 我给她加快一点 求求菩萨 给她加快 九月份 九月份就好了 很快 谢谢谢谢 好吧 没问题 晚上少吃 白天多吃 听得懂吗 这个灵性很喜欢吃 所以一直在她身上吃东西 所以她很喜欢吃东西 你听得我死啊死啊死啊死不饱啊 这个灵性 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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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 是 一个猴子啊 哦猴子啊 猴子在她身上 哦 等一下 等等啊 我想问一下陆台长 她想问自己今年六十啊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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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官呐 六十六 好了好了 六十六 念六十六章 再加上六十六章 前三个月 后三个月 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 你们待会 你们帮她解释一下 好吧 这 你要记住 你要中风啊 哦 你的腿啊 发凉啊 哦 腿啊 脚发凉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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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 你只要念 150张就够了 好吗 好了好了好了 看女儿 几几年属什么呢 2007年属猪的 她从 自闭啊 她从出生以来 自三童 跟她的童年的小孩子 发育 自缓 她非常麻烦 她现在身上 有一个很大的猪 你们家族当中 有没有人杀猪的 在农村有吗 有师父 我告诉你 在她身上 猪的灵性啊 很厉害的 整天拱啊 嗯 你要叫这个孩子 要当心的 赶快给她小房子 先念76张 76张之后 还要念180张 180张之后 再看一看 不行的话 还要430张 记下来 好的 往生咒 每天要念49遍 好的 礼佛要念5遍一天 帮着孩子 好的 这孩子现在不单单 智商问题啊 身体上的行为 都是很怪的 听得懂吗 她的手脚很慢的了 手脚很慢 我问你出手不慢吧 她的呼吸很大声 什么 呼吸很大声 对啦 现在知道不 那她的心脏有没有问题 师父 心脏啊 几几年数什么 2007年数珠 她拜佛了 你看 说猪啊 你看 要命啊 心脏有一些揪啊 她这个心脏在这个位置啊 发育有点不全啊 有黑点啊 她有杂音啊 你叫医生去看心脏病的医生 去听话了 有看过了 有看过了 心脏有杂音 有从出生时候有看过了 说她心脏有问题了 不是心脏哦 她是说有一条管没有关 然后有帮她 对啊 一粒东西在里面 所以她说做好了 没做好 没做好了 都有一直去检查啊 她说都没问题了 不好 好的 那我们去检查 好的 以后长大的话 这个东西会移动的 现在已经长在路上了 我看见了 这个东西不是太好 非常的狭小 这管子啊 你要叫她当心啊 她说她爸爸是不是 你叫她爸爸好好相信啊 她爸爸修的还不够认真啊 就刚刚修不久 嗯 明白了吗 有个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啊 这个孩子现在几岁啊 十岁了 嗯 不好好修的话 四年之后一个节 四月份 会走人呐 四年之后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爷爷啊 对 看看台长爷爷 对 身上有没有菩萨 对 路上长爷爷 嗯 你好 看见菩萨吗 喂 看见菩萨吗 有 有没有菩萨 有光吗 有啊 就是嗯 我在那边学校的时候 看看是哪个菩萨 嗯 十岁了 嗯 我练着气变着心经 嗯 心经我关心 他身上这个猪的灵性啊 很可怜的 是闻的不是捂的 如果有个猴子在他身上 他整天在房间里跳 明白了吗 他个猪 他不是给你们找很多麻烦 他整天呢找东西吃 他 试着试着 试着试着 试着 墙角这个地方 很脏 那边是放鞋的 走进来都经常有 那个脚印 嗯 在过去一点点 挂了一个东西 像这个上面有灵性 哦 那边是 镜子哦 镜子 嗯 镜子后面就躲了一个鬼 嗯 嗯 赶快拿着 好 好 好吧 嗯 是吃素了没有啊 我是吃芹素的 孩子呢 没有 孩子的眼睛有弱势 看不远的 他眼睛啊 弱势很厉害的 是的 是的 因为 知道为什么不啦 知道为什么不啦 不知道 猪能看得多远啊 哦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这个灵性一定要把它念掉 它就好了 那它就是一个 这个灵性在身上 就这个 就这个 蛮厉害的 我想啊 它可能 这个灵性的猪 而且当时死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嗯 所以杀掉的时候 它非常的气愤 嗯 试院到 他们家来报仇的 到你们家了 而且会花你们家很多钱 是的 他的爸爸 过去赚不少钱 但是他出来之后 就开始花钱了 是的 还没出来之前 就 在妈妈肚子里 就开始花钱了 就是说 生出来之前 你已经有很多妇科不好了 嗯 真的吗 是的 好花念经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好吧 三个人一起念 孩子会好起来 好吧 让孩子也念 有 这个周末把它 以后抄读掉 就好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有 他自己有练大悲之后 圣经还有七佛面去生意 嗯 他过去讲话都讲不清楚的 对的 我念了经之后 念了经之后 现在才能讲几句话呢 是的 过去讲话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 嗯 嗯 好了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祝福祝来管道您感谢菩萨 感恩师父 好了 虚空的世界 在真如佛性面前 会被佛光照得无影无踪 你们想想看 佛陀已经很早就 告诉我们 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 都是虚幻的世界 在这个地球上 更是虚幻的 你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 就像人一样 一辈子追求的东西 到最后都不是你的 菩萨慈悲经常 告诉我们 讲在什么处 在什么处 你的心在什么处 你念经要念在什么处 就在哪里 就是告诉我们 念经你的心要放在哪里啊 很多人眼睛一闭 狂念 你的心在哪里啊 你的嘴巴在动 一遍礼佛背得出来 我知道念些什么 你心在哪里 因为只有心能验证你 清正本源的真如佛性 没有心的念经 是有口无心的 所以念经 实际上要念到真实如来心 也就是说 我今天念经 我是用心的 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你本来具足的 智慧 德能 都会念出来 念完一遍经 要开悟啊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自己的心在何处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自己接下来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你的智慧 德能就出来了 这就是念到后来要 平等性智 大圆尽智 你在人间做任何事情 你才能妙观察智 你没有智慧 你能观察什么 你什么都看不懂 给你看了也不懂 告诉你了你也听不懂 所以你要有妙观察智 要有菩萨常住在你的心中 你才能最后成所作智啊 清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季晓兰 有一天到舞台山去游玩 走进庙里方丈的 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见他一缕还算整洁 一态也一般 就招呼说 坐 然后茶 意思是端一杯一般的茶过来 寒暄了几句 知道他是京城来的人 敢忙站起来面带笑容 把他领近了内厅 忙着招呼说 请坐 啊 泡茶 意思说单独的七一壶茶来 经过戏谈 得知这位来者是有名的学者 诗文大家 礼部上书季晓兰的时候 立刻恭恭敬敬的站起来 满脸陪笑 请进禅房 连声招呼说 来来来 请上座 有大声 泡好茶 然后这位和尚又很快的拿出纸盒笔 一定要请季晓兰留下墨包 以光禅愿 季晓兰提笔 一挥而就 是一幅对联 对联是这么写的 坐请坐 请上座 茶泡茶 泡好茶 泡好茶 慈悲众生 那摩观世音菩萨 此有众生 酒苦酒难 渡尽苦难 无尽情 南海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牵手牵引观世音 那摩观世音 与你 南海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前手牵引观世音 sigma 大 kij嘟 周苦酒 那么怪是云菩萨